《江湖漫谈》 朋友们好 今天是2024年的10月17号 以色列当地时间10月17号晚上 社交媒体上流传出的照片 显示一个疑似哈马斯领导人辛瓦尔的尸体 随后呢 以色列国防军和新贝特安全机构宣布 10月7号哈马斯入侵和屠杀以色列南部的策划者辛瓦尔 与另外两名恐怖分子在周三16号 在加沙南部拉法拉的交火中被击毙 而且这次以色列的巨大成果居然是无心插柳柳成茵 这是属于瞎猫破译史 死耗子了 因为实际上辛瓦尔并不是这次交火的直接目标 以色列部队在第二天早上检查交火 现场时才发现三名死亡恐怖分子中的一个人看起来很像辛瓦尔 然后呢 赶快报告 根据DNA和其他检测结果的最后确认 的确就是辛瓦尔 具体情况是这样的 以色列安全机构数月前就知道辛瓦尔藏匿在拉法的 叫做泰勒苏丹这个社区里 并认为它还藏在藏匿的地下 并且在大部分时间里与六名人质在一起 用他们做这个保护牌 盾牌 他们的年龄在23岁到40岁之间 8月29号辛瓦尔才逃跑时就下令杀死了这六名人质 以色列国防军也在8月里找到了这六名人质的遗体 之后呢 以军宣布在泰勒苏丹开展一次行动 声称其目的是消灭哈马斯在附近的战斗旅 而真正的目的是干掉辛瓦尔 在这次行动中 这个乙军的目标是哈马斯特工人员的一次聚会 他们认为辛瓦尔就在里面 然而在辨认了在袭击中被打死的26名恐怖分子的尸体后 他们发现辛瓦尔并不在其中 接着在16号开始的一次战斗当中 乙军部队发现 并向加沙的一栋大楼底层地区哈马斯战斗人员开火 导致了部分建筑坍塌 三名恐怖分子被打死 第二天 当士兵们进入大楼清理战场时 发现有一名死亡的恐怖分子非常像辛瓦尔 然而就像刚才说的 这乙军部队本来目标不是辛瓦尔 是一次偶尔遭遇战 也不知道它可能就在他们行动的具体地点 同时呢 乙军指出这三名恐怖分子被击毙的地区没有人知 以色列军方公布了无人机拍摄的画面 显示了辛瓦尔被击毙前的最后画面 手持棍棒像个怒夫一样躲在一栋大楼二楼的几把椅子后面 并曾经呢 试图用棍棒击打无人机 之后呢 乙军的狙击手开枪打爆了辛瓦尔的头 另外两名恐怖分子是辛瓦尔的保镖 至少其中一名被发现是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教师 反正越来越多的数据显示 联合国推行的所谓人道主义救援实际上都是在给哈马斯补血 击毙辛瓦尔把国防部长加兰特高兴坏了 推特上写道 我们将接触并消灭每一个恐怖分子 并附上了前哈马斯军事首领戴夫 珍珠党领导人纳斯鲁拉的照片 照片上涂上了X号 但第三张空白的黑色照片框上也有一个X号 显然代表的就是辛瓦尔 也代表军方已经有击毙辛瓦尔的报告了 并等待以色列高层确认后 然后公布 这个辛瓦尔呢 2017年以来一直是加杀哈马斯的领导人 去年10月7号入侵以色列南部并进行大毒杀 他是策划者 当时哈马斯领导的几千名恐怖分子 杀害了约1200人 并劫持了250亿人作为人质 引发了持续不断的加杀战争 其中97名人质仍被羁押在这个加杀 辛瓦尔之死呢 让美国给以色列松了一口气 为什么呢 因为辛瓦尔一直是以哈之间 人质协议和停战协议的巨大障碍 他不同意 前些部队就不放人 是吧 现在这个障碍已经被清除了 所以美国迅速做出了反应 总统拜登、副总统卡米拉、布林肯都表示了称赞 并称任何威胁美国利益的恐怖分子 都应知道他们将被升职一发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说 华盛顿希望哈马斯下一任领导人 将走一条与辛瓦尔不同的道路 我们希望无论哈马斯下一任领导人是谁 都能审视过去一年发生的事情 审视哈马斯的行动给巴勒斯坦人民带来的苦难 他们只在代表巴勒斯坦人民推进巴勒斯坦人民的事业 并决定他们应该走一条不同的道路 这不同道路当然很明显的就是不要再以以色列为敌 除了对外公告 布林肯也在第一时间跟卡塔尔的这个首相通电话 讨论了加沙的最新进展 因为这个哈马斯的高层都都住在卡塔尔呢 在那边吃香喝辣的 布林肯应该是要卡塔尔作为中间人把美国更加明确 而且具有执行可能性方案转达给哈马斯 赶快重新选领导换一条思路 是吧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了视频声明 直接对哈马斯和加沙人民喊话 他说希望二之死标志着哈马斯的末日开始了 内塔尼亚胡承诺哈马斯将不再统治加沙 这是后哈马斯时代的开端 这也是你们加沙居民最终摆脱哈马斯暴政的机会 同时 内塔尼亚胡也向中东人民号召 现在是阻止邪恶轴心 创造不同未来的大火机会 然后就把这个打击面扩大到伊朗身上了 对吧 以色列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 咱们说这是干了美国20年来都没有做好的事情 揭灭伊朗为核心的周边主要恐怖组织 那么其中对最庞大的军事武装吧 珍珠党的行动也接近尾声了 你看这个珍珠党叫卡西姆 是吧 上次咱们做节目做过它 这个拒绝担任总书记的党组织的老第二把手老党员 已经主动要求停火 并说珍珠党已经进入一个新时代 新时代这话听起来这么熟悉 是吧 都到中国培训过吗 是吧 那为什么更加强大 拥有更大的影响力对美国干不了的事 以色列就完成了呢 我觉得主要原因有三个 第一呢 就是美国在中东一直执行 叫以夷 怎么说中国话 听懂 以夷制夷这个政策 比如说为了对付当年就是前苏联入侵阿富汗 所以美国培养了本拉登 让本拉登去对抗苏军 给钱给枪 结果呢 就造就了当年最大的中东恐怖组织基地组织 并对美国本土发动了直接攻击 那好 反过头为了收拾基地组织 美国又放弃了 又放纵了什么 放纵了这个塔利班的壮大 任他们种鸦片 是吧 从各种渠道获得武器 结果塔利班在美国撤军后就夺取了阿富汗政权 珍珠党的做大呀 是因为什么 就是美国研判对中东地区威胁更大的是伊斯兰国 那就利用什么 利用这个什叶派的珍珠党 与叙尼派的伊斯兰国这种宗教冲突 来抑制伊斯兰国的扩张 这么把珍珠党做大 第二什么原因呢 第二就是美国国内政治和金融资本 需要维系一个能让中东地区各国难以根本治愈 两个牛皮血在那 最终需要什么 依靠美国的力量 然后呢 把这种暗黑力量就给它扶植起来 让它存在吧 第三呢 就是国际左翼力量在舆论和社会运动上 与美国的这股政治力量形成相互利用的关系 来掣肘美国和以色列对恐怖分子的灭顶行动 当然 美国和国际社会的政治盘算和利益 它都是站在第三者角度上去运作的 是吧 它在旁边看着旁观 而以色列的妥协的话 往往会带来的就是被直接攻击 丧失居民地和国民的生命损失 所以呢 以色列为什么它能干得这么历史呢 这次它是等于是确认了自权能力和在国际上 就是包括联合国这种反作用力吧 已经不足以导致以色列的反攻失败后 才如此决绝行动有力 说白了一句话 西方玩的是钱 以色列的玩的是命 所以绝地反击 才变得如此强大而不犹豫 另外一次提醒一下大家是什么呢 就是所谓的这种国家的扩张民族主义 所谓伟大的梦想 它往往带来这种军事扩张 会造成地区性的灾难 就像这一切的这个恐怖主义的这种泛滥 来自于什么 就来自于冷战后期前苏联对阿富汗的侵略 换句话说 如果今天的中共入侵台湾 对东亚形成一种军事扩张之后 它带来的也会类似于中东地区的一种混乱 至少军备竞赛大家是免不了 对吧 另一个新闻呢 就是大家都忽略了 今天咱们说一说 这新闻什么 就是共军不是所谓这个联合力舰2024B吗 这个军演10月14号 12小时内草草收场 我之前就说过了 我说这是注重演的走过场 果不其然 不仅走过场 半天就结束了 而且演习当天 这新闻是这个 中共国防部邀请了60多国驻华五官到东部战区参观访问 也就是说东部战区一边在演习一边 忙着招待60多国的驻华五官呢 表现出一种什么 就愿意向国际社会展现军事透明与军事合作互进的姿态 这样的操作完全不是习近平的手笔 为什么那么说呢 咱们一会分析 在中共军演结束的第二天 也就是15号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声称60余国驻华五官 赴东部战区方向参观访问 目的是深入了解中国是现代化 包括所谓的共军建设 并推动与这些国家军队的友好合作关系 展开内容是什么呢 在东部战区各个训练场和演习区域 所以在那现场 五官们亲自目睹了 所谓中共军队高精尖武器装备的实战化应用 包括战斗机、无人机编队、信息化作战系统和后勤保障等等 在这里咱们先说一下 因为咱们的网友各个方面的朋友都有 有些可能不了解 这驻华五官是个什么角色 是吧 他们是其他国家派出的军队合法情报人员 除了代表这个国家的武装力量与驻载国 这次在中国与中共军队的这种互动之外呢 还有个主要任务就是合法收集 驻载国军事实力与军事部署情况 这是军事透明与军事合作互信的一部分 是现代文明的一部分 军事文明的一部分 2006年5月份有一个文章是在文史博览上 这个杂志曾经刊登了前驻阿根廷使馆的这个武官叫李贵春 他写的这篇文章 里面透露他是当过武官的 他上个世纪80年代初在阿根廷使馆担任武官 他就说他实时处在阿根廷情报局的跟踪之下 虽然没有把它当做超级间谍看 但仍然是阿根廷情报局重点监视的人 咱们说这种防范啊 它是彼此的 外国对驻外国的中共武官很小心 那中共对外国驻华使馆的武官是更为 极为小心的 是吧 一名参与过接待外国武官参观的中共军人就说 这些外国武官对共军的了解实际上非常深入细致 远不是所谓军迷能比的 那种专业素养甚至水平都很高 甚至能够背诵好多共军内部的行政管理制度 他举例说 有个尼泊尔的军官 你想 这尼泊尔是军事小国了 还在山上呢 对不对 他了解诸国军的门清 是吧 他严格按照次序来问他 问这个接待人员 说这个部队的经常性八项工作落实情况 这连顺序都没有乱 当时这个接待员就非常吃惊 说是外国武官怎么连这个都知道 然后这个接待员就介绍 说这个武官是干什么的 他说这个武器装备并不是他们的这个关注重点 外国武官最在意的还是部队的部防部署情况 指挥机构在哪里 部队在哪里 另一个重点就是建军水平 比如说部队的管理水平如何 做训能力如何呀 编制满不满呢 这些才是重点 什么至于武器装备 拿什么的枪发什么的导弹 尤其是敏感武器装备 出于外交礼仪 一般外国武官会刻意回避 他也知道别人那么多双眼睛盯着他 他不拿这些东西 他只问一些双方有协议有默契的东西 比如说核裁军 重要的威慑性进攻武器 坦克战斗机潜艇 这些也是只看数量不问具体性能参数的 驻华武官被邀请的主要参观对象在过去 一直什么 就是像大连、南京这些军事院校 随着习近平时代对外国防范立了重罚 是不是 还全民检举呢 那你的驻外武官 本来就知道他是个情报人员 所以与中共军队的交流就愈发减少 更多的是什么呢 就是游山玩水 然后直接进行红色历史教育 我们刚才说这些就是一些常识 那么知道这些常识 就能明白这次武官参观东部战区 其实是什么 本来就是一个正常的两军交流 正常活动中的一个特别事件 非常罕见 首先是因为你是开始参观的日 正好是东部战区进行所谓围台军演的日子 当然已经收兵了 收兵了武器还没搬走呢 所以演给你们看嘛 其次是已知的驻外武官 是首次参观战区 再次就是这次的名义 中共军方给出的名义是现代化军队建设 这一点跟近期军委举行的军队军事理论化会议 宗旨是一样的 那就是中国式的现代化强军思想 这个你对照一下 十八大以来一直强调什么叫 习近平强军思想 这就发生了微妙然而巨大的变化 什么变化呢 独裁者的个人色彩不见了 回到了邓小平以来 尤其是咱们说90年代初海湾战争以来 当时中共的军队说学习西方先进的军事科技、军事理论 符合了这个基调 就是整个回去了 回到邓小平时代去了 这是我们非常容易忽略的一个观察点 然后从这个观察点切入呢 我们似乎可以找到这次围台军演 为何雷声大雨有点小 为何罕见的半天就落下帷幕的真实原因 我们先分析一下 这次外国五官参观东部战区中共的目的是什么 当这个六十余国驻华五官赴东部战区方向参观访问这个新闻 在中国抖音上、媒体上发布之后呢 马上引发了中国网友的热议 他们甚至呢 我注意到 他们把三国演绎的经典故事叫做《原门设计》 对号入座的套在了这个世界上 我觉得呢 很有意思 这有一方面的道理 我就详细先说一下这个故事 这个《原门设计》 原门就是古代军营的大门 计呢 特指就是吕布的兵器 方天画计 设计设的是方天画计上的一个小针 《原门设计》这个事在小说三国演义和正史中都有过 所以说它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 只不过三国演义的记载和正史上的记载少有不同 三国演义呢 这个讲故事嘛 那侧重于吕布的武力 与这个摄数过人 正史上的侧重是政治斗争 咱们先看三国演义 是吧 那三国演义 当时袁树是吧 派大将几邻 这个带领布绩 三万多人 这个人马征讨刘备 刘备就向吕布求援 吕布手下将领说 说将军 您一直就想除掉刘备的 现在可以借袁树的手 除掉他了 吕布说 并非如此 袁树如果占据了小配 就会联合北面泰山一带的部队 我们就会被袁树所包围 我不能不去救刘备 你别说这吕布 大家只会去追求貂蝉 是吧 没有 他有政治指挥 另外呢 还真的有军事本领 所以他只带领步兵千人齐兵二百 飞速赶广小配 这个几邻 听说吕布来了就先按兵不动吧 咱先喝喝酒吧 是吧 叙叙旧 看看您过来干啥呀 吕布就对这几邻等人说了 说刘玄德 是我吕布的贤弟 如今他被诸位所为 我特意赶来救他 我吕布生性外看别人互相争斗 只喜欢替别人解除纷争 于是吕布就命他的这个门头 手下在营门中竖起一只挤来 说诸位看我射挤上的小针 一发射中 诸军当立即停止进攻 离开这里 如射不住 那你们就留下来与刘备决一自战 这一般来说呢 当时的弓箭吧 这个最远射程在一百步之内 绝对不会超过一百五十步 这吕布呢 这个人离这个方天化级一秒一百五十步 什么意思 就超出武器射程了呀 是不是 那更不可能射中这个方天化级上面那个小针嘛 挤霖就同意了 准备看吕布笑话 结果刷的一些射出去 郑重方天化级上的小针 哇 在座都呆了 是不是 这不是敬畏天神吗 是吧 得 咱们几零带了一万人来 感情都是来陪酒的 酒喝完撤兵得了 这是三国演义 再说正史上几零为什么要退兵 在当时 袁树、吕布、刘备三国势力 其实就构成了什么 咱们叫三国杀 在政治上 他们是相互制衡 同时也是非敌非友的关系 现在袁树发兵攻打刘备呢 而吕布出于唇亡齿寒的原因 出手帮忙刘备 等于是和刘备暂时结成联盟了 这样一来 袁树派出的几零如果还要攻打刘备的话 就得同时面对吕布和刘备的联合攻击 虽然在小佩这个地方 正史中说的几零带领了三万兵 而刘备只有几千士兵 吕布带的人更少了 只有布军一千多人 骑兵两百人 但是几零怎么打才占不到皮 为什么呢 因为刘备有城池 守着佩城 吕布在城外形成了一个犄角 而且吕布还有徐州附近的支援 如果吕布插手 几零就赢不了了 还是面临后路被吕布抄了所断的危险 所以几零只能是撤退 这便是正史上几零撤退的原因 咱们说 从展示自己的武力 以威胁换和平这个角度上来说 中共扮演了一个圆门射击的角色 在当下的国际形势中 表明了中共与俄罗斯 最近开始闹事的那个金正恩 是一个存亡齿寒的关系 西方虽然强大 但是中俄朝联手 也会让西方的脊龄占不到便宜 我理解这个可能就是 网友们举这个成语的含义 但是呢 再深层分析下去 就可以观察到另外一层更深的含义 我们读历史为的是看懂当下 但是当下也有当下很多的意思 对吧 刚才说的武官呢 都是层级很高的情报官员 他们要了解的就是共军的 刚才说的战略层面的情报 驻华武官回去后 他会再向自己那个地区 去传达中共想传达的信息 比如这次邀请了南非 那他就负责非洲吧 然后回去跟非洲兄弟们说 我这次看了这个中共军队的这个演习了 约旦他负责中东 还有个阿根廷 阿根廷就负责南美了 新加坡负责东南亚 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负责中亚 还邀请了英国加拿大 那他们就回去跟美国人说了 跟北约跟欧洲去说 对不对 中共军队的强大呀 仅仅停留在兵力武器的数量上 这种所谓的优势 在俄乌战争当中已经被彻底否定掉了 军事科技水平 军种合成作战的能力 单兵装备和训练实战水平决定了真实的战斗力 中共的军队强大 宣传 偏偏自己的国民达到震慑的目的是没有问题的 那一旦暴露在外面五官这些军事专家面前 就等于泄密 咱们刚才说了 他们绝非普通军迷所比 那么中国军队要隐瞒什么 要给大家展现什么呢 你看珠海航展期间 拿一段这个歼20的假视频出来宣传 他为什么不拿真的出来呢 为什么台海演习第一线 这么好的实战机会歼20不拿出来演练呢 因为他一拿出来也会被国军F16个锁定了呀 那么这个隐形第五代的神话就要穿帮了嘛 这次围台军演这种虎头蛇尾 在国际上就不是加分的 而是招致笑话的演习 对不对 你要真有决心打台湾 或怎么样 你来个像样的演习 如果是习近平下令这么搞 最伤害的是谁 当然是身为军委主席的习近平本人的政治违信嘛 也就说这搞了13个小时的演习 如果是习近平下定的 那习近平的这个智商大家可以再次的验证了 对不对 当然身为军委主席习近平本人不会下这个命令伤害自己嘛 如果组织外国武官参观战区 那就让外国国外能够第一时间了解战区的军队部署调动 尤其是演习第二天 军队整体战力都能够近距离观察 面对的这些是军事专家呀 是不是 那个电视机前面听一段军乐 都能够激动半天的老百姓了 那么你想 邀请武官来这个演习现场 你说这是强还是示弱 所谓加强军事沟通 在这个场景下呀 实际上是告诉西方说中共军队是强大的 但现阶段不足以攻台 不足以赢得与西方的战争 这是实话 但是它又足以构成威胁 会很麻烦 你瞅瞅咱们的无人机 是吧 你瞅瞅咱们的战斗机 所以呢 这是真实的目的 而不是简单的示强 像吕布一样 超距离 超视距 是不是 也那么准 他没这个本事 更重要的是什么呢 是给武官这样的军事外交层面传递政治信息 中共军队开始打破习近平时代那种低水平 甚至拒绝交流沟通的状况 开始改变原来什么 军校参观 红色历史景点参观 这样的传统意识形态的做法 原来传统意识形态下的这种军事沟通方法 开始认真的与西方现代军事文化和惯例接轨 至少这个诚意表达出来了 尤其是传递的就是军队权力层重大变化的信息 就是习近平强军思想已经变化 现代化强军思想将成为主流 那么你说 这次早上敲鼓黄昏明金的这个仓促演习 连军舰能否到达指定区域海域都成问题嘛 是不是 那这样的演习 与习近平武统台湾的演习 野心背道而驰的演习 这假演习 会是谁指挥的呢 如果那个来自东部战区主管台海军事业务的军委副主席 联合历舰2024A的策划指挥 习近平的亲信何卫东都始终都没有出现在演习整个阶段 那你想 现在的军委主席究竟是谁呢 我们留个悬念 明天我再跟大家说一说 就是习近平出现在福建东山岛这个事情 前两天我就看见台湾岛内有些个红媒 这等于拿着国台办的口吻甚至是稿子来吓唬台湾民众 说习近平出现在台山岛 意味着这个中共军队的决心 诸如此类的 习近平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出现在东山岛 东山岛背后有怎样的历史故事 习近平心里是怎么打算的 我们明天再聊